大家好 今天我们面粉不做包子馒头 来分享一个好好吃的做法 首先准备300克的普通面粉 加入3克的酵母 一小勺白糖 再挡入两个鸡蛋 先用筷子给它搅拌开 然后再分次少量的加入清水 我这里一共用了150毫升的清水 再给它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 弄成这样一个比较偏软一点的面团 可以了 盖上保鲜膜给它面方醒发 准备一把小葱给它变成葱花 小葱里再加入一勺面粉 再加入两克的五香粉 再加入一勺盐 再浇点肉油进去 这样我们的汽油酥就做好了 把我们的面团也已经发酵好了 把我们的面团拿出来 把面团给它和它揉一揉 面团揉好以后 沾满它多撒点干面粉 然后把面团给它擀成薄饼 擀成这样的长刀性的薄饼就可以了 再把油酥给它放上去 把油酥均匀的涂抹开就可以了 然后把面团给它遮掀起来 然后把面团给它遮掀起来 稍稍给它按压一下 先把面团对半切开 然后再给它切成大约5厘米 就要宽度的小面积 把面团给它沾点水 把面团给它沾点水 有一只毛给它散上去 用手稍微按压一下 这样我们的身体就全部做好了 你以后把它晒一层植物一样 锅中稍微有一点点稳度的时候 把我们的身体给放进去 开小火大约煎两分钟左右 煎至这样的面金黄色 按压饼能够迅速回弹 就表明是熟透了 我们的发面油酥饼就做好了 外表金黄酥脆 内里柔软多层 面粉这样做 比包子馒头都要快手 简单 特别适合用来当早餐 外表焦黄酥脆 组织特别的柔软 有浓浓的葱香味 喜欢的话也赶紧试试吧